追魂剑 剑长三尺 剑身隐隐 亡魂萦绕 寒冠四射 令人无法知识 出窍之后 金属之声响彻不断 听道之人顿时胆寒 心跳不止 太阳剑 智阳智刚 乃万年金刚所著 经过地心之火五十年的垂念 吸收日月精华 天地灵气 最终打造而成 只是此剑的每一次出世 都会造成武林浩劫 无数江湖人士命丧剑下 两见相遇会是什么结果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老电影《武林龙虎斗》 捕头石玉龙退休后便隐居山林 中日交受女儿方怡和三个徒弟武功 这天武林败类赵木天越狱出逃 官府立刻派手下找到石捕头 请他出山缉拿赵木天 石捕头义不容辞 当即准备前往 可谁知此时赵木天却已经找来 声称看上石捕头隐居的山林 要建造自己的追魂骨 眼看赵木天口出狂言 石捕头大声斥责 随即两人便打在了一起 可不想此时赵木天却伸手拿出追魂剑 宝剑出鞘 寒光四射 叮铃作响 只一招便将石捕头展落当场 石捕头临终之时告诉女儿和三个徒弟 以他们现在的武功断不是赵木天的对手 只要辩访明师让自己的武功更近一层 并且找到当代剑王相助 这样才能将赵木天除掉 为武林除害 说完便没了呼吸 转眼五年过去 赵木天的追魂骨势力越来越大 无恶不作危害一方 令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而另一边 方怡和三个师兄各自跟随明师经验武功 也都有了长族的进步 方怡精通剑法 大师兄内力超群 二师兄擅长刀法轻功 三师兄精通暗器 于是他们便告别各自的师父飞奔山下 前往约定的地点会合 大侠石玉龙不慎被恶霸赵木天所害 他的女儿和三位师兄于是外出拜师学艺 终于学成归来 几天后 他们便在一个小镇之上相遇 正好碰到赵木天的手下在欺负百姓 方怡他们一见自始不能袖手盘观 当即上前打起抱不平 这些人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顷刻间便被打得片甲不留 只可惜有一个匪手不幸逃脱 将此事禀报给了赵木天 赵木天当即赶来镇上 不想经过五年的时间 他的功力已然尽非昔比 方怡几人竟都不是他的对手 眼看要吃大亏 这时酒店中一个兴菜的侠客模样的人 突然出手相助 这才化解了他们的危机 随后蔡大侠便带着他们逃离了这里 他们这才知道 蔡大侠就是师父说的剑王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 几人的伤势已经痊愈 于是他们便再次找到赵木天 可是方怡和三个师兄 依然不是他的对手 眼看就要再次遭殃 千军一发之际 剑王再次出现将他们救下 可是由于赵木天追魂剑在手 剑王竟然也不是他的对手 被一剑伤了手臂 夜晚几人在破庙中暗自气愤 可是赵木天有追魂剑呼声 他们说什么也不能伤他半分 就在这时剑王突然说到 只要找到另一剑神器 定能将追魂剑打败 正是太阳剑 而此剑现在为天剑道人所得 如果能见到太阳剑 那对付赵木天自不在话下 事不宜迟 剑王便即刻动身 前往了天剑道人居住的飞银岭 经过五天的奔波 剑王终于来到了飞银岭白云洞 可是不想天剑道人已经外出 不知何时回来 剑王无奈 只得在洞中等待 与此同时 赵木天也终于知道了 方怡他们的藏身之地 于是立刻派出大批的手下 前去捉拿 对付这些小喽啰自不在话下 经过一阵激烈的打斗之后 一众匪徒全部被几人消灭干净 眼见剑王已经去了多日 依然不见回来 众议师兄几人交集万分 可就在这时 赵木天已经亲自带人找上门来 方怡等人无法 只得硬着头皮上前迎战 他们一路厮杀到了郊外 可是有追魂剑的加持 赵木天猖狂无比 以一敌似毫不落下风 经过十几个回合的争斗 二师兄一个不慎被赵木天所伤 最终身亡没了呼吸 回到住处 师兄们猜测到 剑王肯定是没见到神剑 不敢回来 方怡一气之下 便决定和两位师兄前去追魂谷 为二师兄报仇 赵木天手持利刃追魂剑 为非作歹 剑王于是前往天剑道人处 另一边 剑王依然在苦苦等待天剑道人的回来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天剑道人并未外出 正躲在暗处观察 蔡大侠 经过一番试探 天剑道人知道了剑王是一位狭义之士 于是立刻先生与之相见 随后便将太阳神剑赠予了他 得到神剑之后 剑王立刻马不停蹄的赶回了住处 可是此时却发现已经人去牢空 不见了方怡等人的踪影 心知大事不妙 知道他们定时等不及 已经去了追魂谷 果不其然 方怡他们此时已经来到了追魂谷 正和一众匪徒占了震撼 经过一番艰苦的拼斗 谷中的一众匪徒 被他们杀得七名八落 可是由于追魂谷地形复杂 气观重重 他们依然没有见到丈母天的踪影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正是丈母天为了消耗他们的体力 而精心布下的陷阱 首先他们来到由双毒把关的毒坛关 凭借着高超的轻功 轻松躲过毒气的袭击 将双毒斩于马下 接着他们就来到了烈火熊熊的火坛关 无数的火箭向他们袭来 方怡他们依然轻松避过 守堂首领立刻祭出火龙攻向几人 方怡他们暗用内力将火龙击回 瞬间便将火堂首领击败 逆了盒犯 最终见到了大仇人赵母天 话不多说 三人便一起攻向赵母天 可是经过前面的拼斗 三人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赵母天见十击一道 立刻抽出追魂宝剑 叫对他们痛下杀手 千军一发之计 剑王手持太阳神剑飞升来的 这儿方怡等人欣喜异常 一场终极大战随即展开 最终几人来到了山巅之上 赵母天顾忌重拾抽出追魂剑 只见剑光闪烁 咬得众人不敢睁眼 剑王立刻拔出太阳剑 急于反击 最终几人将赵母天团团为主 没想到赵母天武功了得 一番激战之中 方怡两个师兄双双与命 而后方怡也一个不慎被赵母天控制 赵母天立刻要挟 剑王将太阳神剑丢过来 剑王无奈只得照办 抬手将太阳剑丢除 可是让赵母天没想到的是 太阳剑竟然硬有旋即 在空中转了一圈 又回到了剑王的手中 赵母天躲善不及 立刻伸中一剑 最终落入水中领了盒饭 大仇得报 故事到此结束